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国发会公布最新的九月景气灯号 继续亮出代表热络的红灯 已经是连八红了 连续八个月亮红灯 这非常少见 应该是景见 景气灯号以来应该是景见 不过综合判断分数减少一分 降到38分 这个是红灯区分数的下源 也就是说下个月如果再减一分的话 灯号就会退到黄红灯了 九项构成指标 因为这个灯号有九个指标 海关出口值由黄红灯转为红灯 因为最新财政部公布出来的 这个出口的状况还是很热络 另外外销订单呢 这个状况也不错 分数增加一分 但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批发零售跟餐饮业额 都由红灯跌落到黄红灯 分数各减一分 其他六项指标不变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呢 总分数降到38分 那下个月有可能会掉落到黄红灯的情况 那今天在那个华尔街日报啊 中文版上啊 有两个新闻还蛮值得注意的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啊 居然用头条的消息说什么呢 他说啊 呃台湾军队能不能抵抗中国 没有太多人看好 他居然是这样子出了这样一条新闻啊 他大体上是这样说了 他说呢 美国军事策划人员跟政府官员满心忧虑啊 担心中国可能试图夺取台湾了 但他们几乎没有人认为台湾的军队能够守住阵地 这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呢 很有影响力的媒体 居然这样子 他说呢台湾跟美国的士兵 还有策略师 还有政府官员都说啊 台湾军队因为内部问题而矛盾重重 然后其中许多问题呢 是在多年成平时期跟经济繁荣中累积起来的 现在正在侵蚀台湾抵抗中国大陆的能力 其中最紧迫的问题是准备不足跟士气低落 台湾每年征召大概八万人入伍啊 有将近222万名的预备军人 哎 段老师 这么看衰台湾 其实我觉得 他比我们还要了解我们自己台湾的年轻一代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 因为我 那个宝台抗中很假的是吗 是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不只是四个月的当兵的期限 他们还在讲说 看连四个月可不可以免呢 那如果连四个月都免的话 我想台湾还会有军人吗 这个四个月当兵啊 真的是去真的不知道去干嘛的 那个四个月当兵如果你遇到年节的话 对 你遇到年假的话 还修整整个一个礼拜 就跟股市交易一样啊 一个月才交易22天啊 当兵当兵建宏就放 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陆武训练 就当兵建宏就放 就礼拜六礼拜天就会放假了 所以就跟股市开盘一样 一个月交易22日 我想华尔街日报会出这篇文章啊 而且他是放在头条哦 他放在今天这个版面上的头条 一定有他的用意啊 是啊 我觉得是有内线消息告诉他们吧 其实应该是要去问这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对当兵的一个感想 其实现在最初问到 那就是大学老师啊 那大学老师的话都面临到 您就大学老师 对啊 所以我自己学生都跟我讲说 我问他们说 研究生他们有没有这个毕业之后 要当多久的病了 他就说要有些是要说当兵 但是有些看起来身体好壮壮的 都说不用当兵了 我也不晓得他们在拼什么 有一个是跟我讲说 我在拼体重 就是体重低于某一个 某一个公斤数的话 那就可以免服 免服役了 连四个月他们都不愿意啊 对啊 连四个月他都不他都不愿意 我不晓得现在的价值观是放在哪里了 所以这个 有点奇特啊 我大概有五个研究生的话 起码三个是不用当兵的 就是一开口就说 我不用服役 那另外两个是说 我在拼 到底四个月可不可以免 免疫啊 这个当然就 那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不代表说 这个是普遍普世观点 当然 我因为我刚刚看到 觉得这个可以讲一下 给大家参考一下 另外一个 我看到的还值得讲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呢 美国不是说 他的这个 在禁售华为晶片吗 什么的 这些 就是科技战吗 事实上 美国已经卖了1000亿美金的 这个 晶片 给 所谓的 这些被禁售的公司 这个也是 在我们 这个理解范围之外 然后就美国到底是在真的打科技战 还是打假的科技战 他 他一方面说 我要封杀华为 但是他一方面还是 这个反手卖出美国的高科技晶片给华为 好吧 这个提供听众参考 不过这个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我们 呃 节目现场是 淡康大学财务金融协 淡川文老师 段老师你好 哎 木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段老师要记上周啊 教我们财报分析啊 本周我们再来 这个教大家 好跟大家讲一下财报分析的这个重要性 那我们今天要挑的是在这个ROEROA这些的 这个数据的分析上面 段老师为什么ROEROA这些数据很重要呢 我看所有分析师都在强调一档股票的ROEROA 对 那其实比较强调的是权益报酬率 那权益报酬率的话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名词 如果 听众朋友你如果在网络上有听到 比方说股本回报率 股权收益率 还有股本收益率 股权报酬率 或者是股东权益报酬率 基本上这个都是相等的 也就是股东报酬率 那这个股东报酬率的话 原则上是出资的人 他到底这家公司 可以帮他赚多少钱回来的意思 那当然如果我们用ROE 也就是资产报酬率跟权益报酬率 画在一个水平轴上面的话 ROA一定会低于ROE 那如果ROE也就是权益报酬率 绝对是高于资产报酬率的话 那代表这家公司举债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他的金钱利用的效能 是比较高的 就是我们延续上一周 我们上周提到的是说 债务啊 如果举债的话他有碎顿效果 而且他的资金成本也比较低 所以因此他的公司价值会提高 那如果公司价值会提高的话 那起码他的权益报酬率应该会提高 如果这家公司没有举债 他的资产报酬率跟权益报酬率 两者会相等 完全零负债的话 对完全零负债的话 也就是很类似联发科这种公司 负债都非常低啊 那负债非常低的话 这两个指标会相当接近 会非常非常接近 就一个一家公司如果完全没有负债 零负债 ROE等于ROA就对了 对对对 零负债的话就是资产报酬率会等于权益报酬率 那简单来说的话 那为什么联发科不去借点钱呢 他不需要税顿吗 是啊 但是问题是 还是高科技业本来就享受很多免税的条款 没错 以前什么科技业都是什么 在科学园区里面什么 这个什么税的都可以 是啊 他平均税率的话 基本上都低于债券的税顿的税率的话 他有需要去借钱吗 对啊 因为政府给了这些高科技业界 尤其IC设计也很多的税务上的这个优惠吗 对没错 但是他还是会去调控他自己原先的资本结构 所以资本结构如果调得好的话 他公司价值会往上提升 那当然今天我们的焦点是在股东权益 大家看一下股东权益的这个公式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直播 您上YouTube 搜寻酒吧新闻 他可以看我们主播 我们把这个ROE的公式 把我们做了一个表 对 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那其实大家如果看到这张表格的话 应该非常清楚 第一行公式的话是大家熟记的 也就是权益报酬利 是等于尽力处以股东权益 那大家如果说看到那股东权益的话 就是代表说 就是不只是股本 可能有很多人会误解说 股东权益就是等于股本 或者是说就是等同股票的市值 这是不对的 所以原则上我们看到股东 也就是权益报酬率的话 这个公式的话 大老师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 股东权益等于是什么算 那简单来说 我们股东权益看到上面的公式的话 我再写了第二条公式 就是股东权益是什么 对股东权益就等于股本 加上资本公积 加上保留盈语 这三大项 但是有很多人在算股东权益的时候 会混淆两个科目 那我们看到 如果你有在YouTube上面的话 你看到两个科目 这两个科目非常非常像 也就是资本公积跟盈余公积 那资本公积是资本公积 法定盈余公积跟特别盈余公积 是另外的公积 所以简单来说 资本公积是 不是公司赚钱所剩下来的 如果公司赚钱剩下来的 那就是法定盈余公积 加特别盈余公积 还有未分配的盈余 所以那资本公积是什么呢 那资本公积的话简单来说 就是当初这家公司 如果发行股票的时候 如果他发20块 他股本是10块 那其另外的10块 就登陆到资本公积去了 OK 也就是溢价的部分 就等于说他的定价是多少 对对对 如果定价越高 他资本公积就越高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账面价值 都是都是用10块钱去登陆 登陆在账本上面 那如果超过10块钱 那你收进来的钱 放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面 但那问题是你的权益面 你要放哪 你当然就搞了一个科目给他 就是资本公积 那您第二条公式上面写 股东权益等于净利 除以股本加资本公积加保留益 请帮我们解释 那股本的部分就是10块钱 那乘上他的流通在外的股数 这个就是股本 这个最好理解 对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 那如果你这家公司如果发行20块 是市价是20块 那你超过10块钱了 那你就是登陆到资本公积去 那你这家公司如果历年来有盈余 那盈余就是登陆到保留盈余里面 所以保留盈余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也就是旧的 旧的公司 旧的历年来赚的钱 那还有包括今年新赚的钱 所以这个就是都登陆到保留盈余 就你赚钱的资金池 对那你如果说我们保留盈余一般来说的话 都怕公司会亏损 所以就会把它分成法定盈余公积 那法定盈余公积的话 是依照当年度的盈余 提拨10% 那这个是怕公司明年万一亏损怎么办 或是要争持 对对对 或是未来要这个有新的会计法规 是 像那个金控收嫌就提供了很多法定 法定这个法定的这个那个攻击吗 这个我们外部的理解大概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法定盈余公积的话 是公司法规定的 那公司法规定说你的法定盈余公积 如果提拨超过了百分之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习段昌文老师 我们今天是我们财报分析的part 2 我们会一直延续下去 请段老师来这边帮我们上课 这个段老师具备证券分析师资格 同时也是有这个会计证照 这个很厉害 又是教经济学 所以呢 段老师来讲这个财报分析 是讲得非常好了 那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在这边学习 增加一些财报分析的能力 跟怎么看这个上市会公司财报 也有助于我们选一些好股票出来 因为毕竟这个股价是会跟着基本面 像最近法说会公布的财报数字 好坏真的都影响股价 好那刚讲到说ROE是什么 ROE呢就是我们的公式 就是这个尽力去处以股东权利 股东权益呢就等于三个 刚刚讲股本加资本公积加保留盈云 那这个所谓的资本公积呢 他并不是压公司所赚的钱 压公司真的所赚的钱是在保留盈云里面 另外呢 还有所谓的法定资本公积跟特别资本公积 法定盈云公积跟特别盈云公积 这个请段老师来帮我们解释 那我们讲一下法定盈云公积的话 这个是法法律上规定说 这家公司如果有赚钱 那就是提拨当年度的百分之十出来 公司法对公司法里面规定的 那这个法定盈云公积跟保留盈云的部分的话 要怎么处理 也就是说法定盈云公积的话 如果说你提拨超过自己原先的资本额的 百分之二十五的话 那就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发股利 现金股利股票股利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没有提拨满25% 要怎么用 那就是你亏损的时候可以打下亏损 就只有这两个用途 就是发股利 不管是现金股利还是股票股利 但他要发股利一定要超过25% 对 那是没有亏损的时候 那如果有亏损 那就直接可以去弥补亏损 这个是法定盈云公积的用途 那特别盈云公积的话 是这家公司有特殊用途的 那他就是要去利用这些钱 去用特殊用途的目的的 那另外的就是未分配盈云 未分配盈云就是股利发完之后 剩下来 截转到下一个年度的盈云 那当然我们这边强调的重点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很多人选股会选ROE 也就是权益报酬率越高越好 不对 为什么 一般我们都说ROE越高越好 但是大家想想看这个公司有不是公司赚钱的部分 如果不是公司赚钱部分缩小的话 ROE也会增加 也就是说资本公积如果提拨出去怎么办 如果去打消亏损 那岂不是这家公司的ROE 如果他还是维持原先赚钱的能力的话 那他如果说资本公积降低 那他的权益报酬率也会跟着增加 但是如果说 所以这要看分子分母的 对对对对 尤其是分母的部分 所以ROE要越高越好 是要净利越多越好 是对对对 所以你要看到 你要看你要 你要把这个成分 你要把这个公司的分子分母看清楚 是 不能只看结果 对那当然有很多人会去连结说 这个权益报酬率跟股票之间有没有关系 我们拿三档股票 最近非常热门的股票 来了 各股的看法来 我们看一下阳明 中刚跟台积电 对老师这三个不同产业 是啊 但是我们看到权益报酬率应该是 看他的波动性 大概就非常清楚 我们来看看 大家觉得说权益报酬率 为什么在不同产业里面 可以拿起来比较 可以拿巴菲特选股的 最大原则 就在权益报酬率 他认为说 在十年内这家公司 如果他的权益报酬率 都不能低于15% 但是十年平均一定要超过20% 那很严格 台湾有没有 有 我们有一张表格 等一下 这个 好酒丁安帝 我们放在最后告诉大家 看到那个波动性最大的 那是最近串红的 串红那一档 航海王 是杨明吗 对 那大家如果看到 这张图形表示什么 每一季的那家公司的权益报酬率 ROE 每一季的ROE 每一季的ROE 最近这个杨明的ROE 大幅拉高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个零以下 绝大部分都是杨明 就以前都亏损 那突然间串升起来 那他的股价有没有跟着串 有 真的有 大家看一下另外一张图形 这是股票的图形 那我们看到红色的图形 那红色的图形 那个红色的曲线的话 哇 大家看一下这是短短期的 也就是从2018年开始画出来的图形 那不是从我们的这个ROE统计资料 从2012年开始统计的 那如果看到这样子的结果的话 大家觉得 这个红色的曲线 杨明是超过台积电的 台积电排在第二 台积电在2018年到截止到昨天为止 大概是159% 但是杨明的话是879 虽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回过去看 比方说刚刚的ROE 879是报酬率 报酬率 对 那如果说我们再回去看 比方说刚刚所谓的这个 阳明的ROE的话 他之前全部都输啊 都输台积电跟中钢 红色的曲线 对 都输中钢 一定啊 因为他以前都亏损啊 好 那我们再把线图啊 再把它往回溯 对 把整个我们的 刚刚看到的那个季的 每一季从2012年的 那个ROE 来去看这档股票 三档股票的价格 那就非常清楚了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还是那么晚啊 台积电他的股价 还是穿到 就是很平稳的 在45度线往上走 反而阳明的话 突然间 所以这个是从2012年以来 对对对 把时间周期再拉长 对 再拉长 好 那再拉长的话 我们看到这三档股票比啊 大家觉得说 台积电好厉害啊 都在上面啊 但是还有一档 还有一家公司 比台积电还要厉害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档公司 我们再把这个线图啊 再把三家公司 再加一档 加这一档 大家看到 这一档是6409的续准 续准是最近飙上来啊 那不是最近飙上来啊 长期还是都临驾台积电 没错没错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形的话 应该非常清楚啊 他在20 如果大家如果从2012年 开始持股的话 他从2014年就开始追 追上台积电了 对 所以如果追上台积电的话 那为什么我选这一档啊 那我们就依照巴菲特选股原则 巴菲特选股原则是10年啊 10年 10年 10年要超过20%了 没错 没错 那如果要10年要超过20%的话 平均值 我们看一下这张表格 哇 这张是 这个今天的很重要 给大家 大家看一下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是从2012年 问题是我只能拿到2012年之后的财报 为什么 因为2012年有IFRS的财报 这是综合损益表里面 所算出来的ROE 那如果有一些分析师 你们认为说 这数据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是有调整过的 就是往回追溯 追到2012年 那如果 所以段老师 这些是好的存股名单吗 这个不能说存股 这只能说我们巴菲特 他的这个权益报酬率的选股原则 也就是每一年所有的公司都要 权益报酬率都要超过15% 也就是不能低于15% 10年的平均值一定要超过20% 目前就是三十几家而已 台湾的三十几 1700多家里面去筛选出来的结果 第一名就是续准 6409的续准 没错 所以你看他平均38.09 所以他今年股价创升也是有道理 对 对 你看一下如果说10月11号的新闻的话 续准 这不是我们刻意挑出来说续准要拿来讲的 这是排名出来的结果 续准的那个毛利率比较低 我们刚刚看到 他算制造业 对他算制造业 但是他的权益报酬率还蛮高的 非常非常高 而且还比大力光还来得高 大力光 大力光昨天涨一根 今天又跌一根 是啊 今天续准也涨了2点多% 2点4%左右 所以我想要看财报的话 你不能朝短线 如果你觉得说你要投资长期的 而不像说买完这个扬名之后 要每天在那边盯盘的话 那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要看长期的话 基本上财报还是有它的道理存在 那这30家公司您觉得哪几家你很 很尴尬 这样有没有为难你 其实我觉得同一超还不错 同一超 因为他的这个董监事酬劳 那么万 花一个人将近 将近这个将近这样子 这个不是1000万 那亿也算亿的 那这样这样不是会那个削减公司的获利吗 但是这公司治理来看的话 因为他治理的好 董监事的抽劳才会高 如果加入制造业的话 那台积电也在排名千十米 还有富邦金 当然这边是没有所谓的金控公司的 那金控公司要维持这个30 20%以上的话 基本上是有点困难 因为金控公司不断的都在提拨 您刚刚讲的特别盈余工期 对对对对 所以他的分母就会变大 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当然台积电的话也在名单里面 台积电他的九年 因为这是IFRS往前追溯 包括去年的年底的 这是年资料 台积电的平均的ROE也是24.8 那我在爆料一下 其实还有一家公司不再上市上柜的 他的权益报酬率 一样就躺着每一天都赚 赚一千万的 哪一家 央行 我们电台邻居 罗斯福路头 大家如果把央行财务报表 他的精力除上他的股东权益 23% 我们的洋总裁就探极了 我们还有几张报表 我们马上把他讲完 那当然我们下礼拜可以来讲 另外一个指标 当然有些人认为说ROE没有效 确实是有稍一些些无效 如果无效的话 那可能巴菲特已经老了吧 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指标 ROIC 这张表格我们下礼拜再看 好 我们先预告 下周要跟大家讲这个 对 那这两家公司的话 是百事可乐 跟可口可乐 OK 那大家看一下百事可乐 跟可口可乐 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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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